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带来的这番棋谱是东南大学与中国矿业大学这两位学生的对局 我们来看一看 紫黑的是宁文谦同学 然后紫白的是中国矿业大学的许子瑞同学 现在中国流还是比较流行的一种下方 这部棋呢是比较 现在是比较少见的一种下方 它这是在日本的七八十年代 就三世纪七八十年代呢 就下的比较多 它这个棋就是在局部来说的话呢 可能不见得目数很多 但是呢 它最终来说的话呢 它这个棋是想取得鲜少 老尖角 黑棋呢 就贯彻快速布局的一个道理 因为中国流嘛 它是快速布局 所以说呢 这个格局呢 就是已经形成一个大的格局 这个格局就是白棋呢 实地化 很坚实 实地 黑棋呢 速度比较快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白棋呢 跳到这里来了 这部棋呢 它就要问一问 它就说 像这一部棋呢 是不是过于稳健 那么说呢 我来解答一下 这部棋啊 正常的来说的话呢 这应该是一个还手 那么说呢 如果从这个布局的全局来说的话呢 这部棋也有可能成为早期败招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这部棋虽然很稳健 然后呢 还瞄着这个打入 但是黑棋的这部棋啊 当官提脚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 这两亿张开的阵势呢 已经完全的布输好 而且呢 中国流的这个快速布局呢 使它的那个 它的要点分配都很直立 都很到位 而且模样呢 也是迅速的往外膨胀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不是起锁 这时候你必须要往里面挂进去 那么挂的方法就有很多种 有挂这个 也往这里挂 也有高挂 这种下方呢 无非就是相当于是 这个挂角就类似于 实际就叫打入的概念 就实际就破流空 所以这部棋呢 还手 跳 打入 尝一个 白棋呢 这位选手呢 应该是比较风格啊 比较实际型 然后也是尖式型的一种下方 针到这里来 拐 和一个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上面呢 我们呢 可以简单的看一看 当时呢 就觉得这个棋 是不是一个两分的局面 其实呢 我们仔细的分析一下 这个棋已经不是两分的概念了 因为这个跳呢 实际上呢 局限性就是守了一个角 打入呢 实际上就在这一旦 守了空 得了空 虽然破掉了黑棋的一定的木数 但是请大家注意到 黑棋的这个立体空呢 它没有花任何手续 就能把它很简单的围起来 那么说大概是有多少木呢 我们数一个大概的意思 这三八叫二十四木 这是三十四 四十四 接近五十木齐 如果从三线 到这个五线来说的话呢 这要围起来 应该是不过分的一种效 不过分 那么这一代就是五十木齐 然后中间膨胀的这个发展还不算 这一代呢 算一个贴木 白棋呢 这是十木 十五 二十五 二十五 二十七 二十八 三八 四十五木齐 那么说大家可以看到 白棋在这一代有一定的发展 但是黑棋这一代呢固定是五十木齐 这是贴木 这我们也算 然后这一代 还中间这一代的后卫啊 是无限的 无限的宽广 那么说呢 这就意味着我刚才说的这个 白棋下的环手呢 是完全正确的 就是跳一个 跳这一步棋的环 相当缓 现在呢 白棋依然呢 在这里稳扎稳打 在这里打入 这个棋的 我们的第一杆呢 可以这样说 第一杆这个棋啊 要往这里掉 因为现在木树哪里最大呢 中间最大 掉到这里来 它如果往这里飞的话呢 可以考虑 再往这里跳 飞 或者呢 压一个之后呢 保留一下 然后再往这里飞 这个棋 这个棋要明确一个大小的概念 就是中间比边上要大 实战呢 我们这个徐子瑞同学呢 他可能是一个死 还是实际派的选手 打这儿来 这个棋呢 虽然这里有漏风 但这个棋明显架子不是那么大 可以棋压住 尝一个 飞回来 又在这里掏了一点 但是呢 可想而知来说的话呢 在这个情况下 黑棋呢 应该是很顺风顺水 刚才我说的三路线 五路线 这是五十木棋 这中间其实还有木 所以说呢 黑棋呢 还有下出五公牛的下方 尖冲 这部棋我倒是不是特别赞成 为什么呢 我先保留这个理由 我们来看一看 后面的手段 然后我们再来看 这部棋 为什么不好 实际上呢 它是往这里贴的一步 黑棋啊 贴下去 然后立下去 长一个 黑棋 掉 大家可以看到 这长长的几步啊 其实出现了几个 双方出现了 呃 有一个致命的问题 双方都出现了一个问题 我先停顿几秒钟 给我们爱好者 可以思索一下 因为这个棋呢 在简单的一个变化中间呢 有的时候我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呃 或者就是一个宏观的全局的一种构思 那么说呢 在这个构思来说的话 我们 我们第一感都觉得 诶 这到位了 但是为什么不好呢 我来为大家解答一下这个实战的一个 一个过程 和我们分析的一个 分析的一个过程 这就是我们实战经验 叫实战经验 就不是说凭感觉 那么说我们来看看这个尖冲 尖冲到这里来的时候呢 黑棋的这一步棋是不能成立的 这步棋为什么不能成立呢 因为很简单 大家要知道 中间是黑棋 最有可能成空的地方 也是它发展最大的地方 那么说这时候白棋还 还往底下立一个 我就完全不会明白 这棋明显应该往着长 如果你要往这里扳的话呢 这棋其实没有任何问题 作为白棋来说的话 这要冲 可以把它吃掉 这要夹击 它是枯起 所以说呢 黑棋在这步棋挡下去呢 严格来说是一个致命的问题 白棋往这里底下立 这是一个超级还手 那么走到这里来 再往这里来调的话呢 这个棋呢 肯定的来说的话呢 也是黑棋啊 全局掌握不错 因为白棋没有 没有什么 没有发展 但是呢 作为爱好的时候来说的话呢 它的心理界限呢 受到巨大的打击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棋啊 你怎么跑到我这里来 削呢 我这三面 三面可以把你包围 那么说呢 在通过攻击它的时候呢 它没有个分寸感 就很容易造成什么呢 造成差异化 那么说呢 我给大家建议一下 这个棋怎么样 怎么样下最实际呢 你比方说这个时候啊 我觉得这个棋 其实 其实就要在这里补一个 这是最实际的一种下法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这个下法 我告诉你 我这样下就够了 这里到这里是五十目 六十目 七十目 八十目 你说这是我胡说 你如果往这里掉 你看 你这回不了家 那么说呢 我随便再 再怎么样来 来牵制你的话呢 那我很容易控制局面 我很容易把这个全局控制好 因为你这一手是安定不了 你一手棋 是破不了 我这基本的五十目棋 知道吧 这样的下法呢 是最容易控制全局 和保持优势 实际上这个下法呢 看似很大 但其实呢 给对方拼命的机会 这就是爱好者 为什么有的时候 下的棋呢 是好看 但是呢 不见得是很实际 现在黑棋猛攻 他这个棋的意思就是说 我不吃掉的 我不行 必须得吃掉 这有的时候就欲速不达 黑棋应该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 你比方说这个棋猜一个 是不是也是在限制他 回家的归路 这个打路是不能成立的 白棋如果跳一个 黑棋再往这里逼住 他依然是鼓起 这样下的话呢 黑棋的优势呢 也是比较大的 大家可以看一看 现在呢 白棋的这些控呢 是没有任何增加 只会在某种程度上 有一定的减少 黑棋呢 它不是这块空的问题 它是这里还这里 都在 都在 慢慢的 通过你这个优势呢 然后进行膨胀 知道吧 这样的话呢 它保持优势就比较大 因为这块是50木棋 基本上你 你破不掉 那么说呢 这个时候 白棋只有12 34 24 34 45 40 它这两块40木棋 加这45木棋 还是不变 所以那这个时候 明显是黑棋好 实际呢 尖锁到这里来 这就是打了正义之词的 这个口号 大家也可以看到 一个现象是什么呢 可能呢 有他们手法的问题 但是呢 有一个现象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当他往这里 尖冲的时候啊 如果他 仔细的分析 如果吃不掉 这个 这颗纸的话呢 那么这些棋啊 就算走成 走成一些外事 或者后事的话 白棋的这几个 不是正好 现在它的发展吗 所以那这个棋呢 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 我们下棋的时候呢 要很实际的出发 去探讨 你运用这个手段 到底达到了 你为取胜 所做的一些努力没有 而且这个退胆呢 也是还手 这个棋应该是往这里 贴一个 这有打磁 手一个再贴 这样的话呢 就比较容易出去 这个只小了 如果你虎住的话呢 白棋这个可以往这里跳 实战这个棋 白棋步一步捞在这里 退一个 这双方呢 在这个层面上面呢 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打磁 撑住 实际上是我们说 所谓经常说的 下的比较重一点 要飞一个 走到这里来的话呢 我觉得如果是鼓励来下的话 它很有可能 直接往这金钟罩飞进去 直接 直接对你这种 发动最后的猛攻 黑棋呢 下的很朴实 直接尖 这棋也很有意思什么呢 当我看到 这些棋啊 在走的时候呢 我那一看这棋 白棋又崩掉了 知道吧 到最后呢 白棋又撑起来了 这这盘棋的 大家可以看到 这棋一走 然后再出 黑棋就不管 三七二十一 直接把它吃了再出 再断掉 它吃了 尝一个 这很刺激 一下很朴实的 把白棋全部下崩掉 白棋在这一带 如果崩掉的话 就完蛋了 我们来看一下 它们在斗力的方面 现在呢 白棋呢 藏了一手 这个棋藏一个 也可以 尖一个 也有先手 还圆住 然后加一个 这个棋在我眼里 都觉得没有成算 你知道吧 就是走一步 看一步 因为这走完之后 这一块棋死掉了 这就不是五十亩 这至少七十亩棋 这死掉了也不行 这是三四十亩 所以我当时就觉得 这棋白棋应该绝望 但是呢 这两位大学生下棋呢 在现在还停留在技术层面 在可能没有 没有及时收手 所以这个棋呢 又一波三折 我们来看看这个棋 最后这个 应该是怎么 怎么形成的 把霜 拐住 活一个 翻住 翻到这里来 我也不明白 这棋为什么不飞一个 飞到这里 这一块棋是完全逃不掉 然后如果要补齐的话呢 这棋也是可以贴 当然呢 它贴的话 它担心这棋收气 所以这一步棋 是只此一手 只让往那里 翻一个 它本来不走 它本来不走了 这个棋 反搬 反而出现一个问题 那我尖充 充一个 这还反而下麻了 这是我们通常说的 你如果不走 可能还没有 你一走 还反而出问题 你走这个 别人飞下去 所以它这个时候呢 还没有办法 它只能往这里断 这一断呢 白棋打磁 把这棋进口还跑掉了 然后黑棋打磁 粘住 顶住 再飞 又飞回来 再吃这一块 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一点 什么呢 爱好者在这里 下棋的时候 这要稍微注意一下 这两位大学生也是要注意 本来呀 你不走这块棋 它都不知道怎么活 而且现在呢 还不具备这个条件 应该要有一个先后秩序 先把它连回去之后呢 然后呢 攻击它 这连回来之后 然后你在补棋的时候呢 你唯一你往这里补也可以 或者直接并到这里来 把这个棋补起来 这个棋就只能就死亡 实在呢 很有意思是 往这里搬 想收棋 结果反而被 被白棋这几部好手 吓得自己不敢动 拐一个嘛 他估计心里也慌 正常这个棋应该考虑拐 但是呢 这棋呢 如果长了细致 人家一加 可以跟你对杀 所以说这都是 好 飞过来 大家看到 这个时候 胜负又不一样了 现在白棋处理好一块之后呢 再想处理第二块 贴一个 担住 靠一个 这个时候呢 实际上呢 他往这里下呢 我估计啊 现在他有 他给自己 创造最后一个机会 就是仰在这里 最后 就夹住你 但是呢 他还要担心自己的气不够 这一夹你一冲 打吃一早在一尖 所以他现在 现在所下的呢 就是长气 这个时候是不能夹的 这个时候一夹 就正好死掉了 气不够 就插一口气 大家可以看 这一冲 这一找 这一段 正好插一口 这三口气 这打吃一粘 这两口气 所以这时候 他就叫 无中生有 断掉 断掉 断到这里来 这个时候已经 白气 应该是很难 很难有机会了 应该是直接打这一个 然后再弧住 他是单弧 这个不齐 这个弧住之后呢 就有点变数 白气这时候 没有走 直接贴一个 这时候有一个 什么问题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一代啊 虽然白气下的 是有一定的问题 无理啊 就是这一代 但是呢 因为啊 黑气下的过急之后呢 反而让白气 这一块气筋 跑掉 然后这一冲 刚才这有 五十木齐的 一块空 现在呢 你说你说现在这个气 四十木齐都还不到 然后呢 然后还有一点 这个断 还有一个十木齐的尾巴 十二木齐的尾巴 留给白气 所以说呢 黑气这里的损失呢 要在这里弥补回来 那么就应该要 精确的行事判断 如果走到这里 以我的看法来说的话呢 我可能什么都不用考虑了 因为我没有考虑选择 就是说全力了 我就直接把它吃掉算了 这吃掉也挺大的 这些有十木齐 二十木齐 三十木齐 就四十多木齐 这应该也是黑气好 这吃掉之后 这底下也来了木 这里虽然少了 但是这里多了 这也很简密 但是我们往往有时候 下棋的时候呢 他想的是什么呢 他想的就是局部的安全 没有想到全局 然后呢 也没有想到怎么样去 通过判断形式之后 正确的去搜索 这个很重要 所以说呢 两位同学呢 特别是我们的那个 呃 宁文谦同学啊 一定要总结一下 这个退呢 几乎是一种废气 好 再打吃 站住 打吃 这也是肉薄的一种下方 就是觉得自己好像不够 然后呢 强行肉薄 然后打吃这个 提掉 站住 再藏 贴一个 现在呢 白旗呢 也没有办法 只能说看到 看到胡同 他就乱窜 站住 就断掉 终于把这个气 撕回来 断 这就形成一个转换 那么说 这个时候呢 他是打了这儿来 这部气也有疑问 这为什么不能往这里打呢 往这里打完之后呢 再往这里打吃 应该是考虑这样走 这样走的话呢 这死掉的时候呢 把黑旗呢 白旗肯定会往这儿冲 然后你再往这里贴 贴下去 我先打一个 然后再拐一个 这人就是一个打击 然后最后呢 再往这里打过来之后呢 这块旗呢 收刮它 如果打了之后 这个旗就有个猴 猴打击 如果立的话呢 这个旗 古迹也是个打击 这尖刀这里也是个打击 那么走成这样的话 这盘旗呢 应该是 黑旗可能还是稍稍有力 但是呢 变数很多了 为什么变数很多呢 因为这个旗啊 这一打过来 这根本都没有四十部旗了 这地方 然后呢 白旗呢 又把这块旗吃掉了 所以越下越乱就在这 黑旗当时呢 唯一的一点就是 它冲的时候呢 往这里退这部旗呢 是一个 水手旗可以说 然后它是打车 我们来看看 这个旗一波三折的下方 打到这里来 然后它粘住 这要我来下 我这个旗 我的木数概念比它强烈 我就走成这样 走成这样之后呢 这不是吃掉了吗 然后我再把它粘住 这个旗啊 就告一段落了 可以简单的输出控 就是说我如果我来下 我会把这个方案 做一个全局的比较 然后这个方案 如果要说觉得全局还不够 那我再想更强的下方 这就是我们行齐的几套方案 但这每套方案呢 都跟全局挂工 打吃 换到吃 提掉 再打吃 贴一个 我这部旗就应该考虑冲过来 贴 靠 这个靠着是废弃 应该粘住 这个粘特别大 这以后出旗的话呢 这旗是利收 而且利收的墓主 绝对在十亩以上 扳住 这是黑旗 第一没有判断形势 第二呢 它走到这个手段呢 跟局部 跟局部很有联系 但跟全局没有 没有关联 参注 果然 白旗的最后的一下 清醒果然 飞到这里 所以这一步棋 比这个打要大 我们来看它怎么施展手段 我们来看它怎么施展手段 推浪一下 推浪一下 没有人高手风范在这里 然后再往这里挡 站住 调一个 冲一个 断掉是绝对先手 大家可以看到 到这个时候呢 白旗到最后的时候 前面是五里旗啊 很这个崩溃 到最后的时候呢 这一下这一打 这不一样 乾坤逆转 早知这一粘就死掉了 所以它只能往这里打吃 再加 提掉 飞一个 再飞过来 冲 走 点 这是我们看一看 它最后精彩是不能走着 走着打吃了 可以尖 打吃 再一针 沾到这里 沾 滚 它就可以拨110回家 好 我们稍微把这个精彩的 场景再摆一摆 打吃 提掉 再打这个 再爬回去 断掉 最后这个旗呢 找到这里来呢 这个旗虽然活掉了 但是呢 最终呢 白旗成功呢 用翻盘术啊 像李斯斯翻盘术呢 把这般旗最后 逆转 以六摸半获胜 好 今天白谱就为大家摆到这 谢谢大家收看